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各位師父慈悲 各位諸上善人慈悲 佛說觀無量壽經 以時世尊告毋提欺 與今知否阿彌陀佛去此不遠 這句應該是結束了 與當系念 帝觀彼覺靜業成者 這十二個字 是很簡單的 一分鐘就可以解釋 與當系念 即是細心思想 你去觀察一下 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 祂恩地 是為法藏彼憂 在世智在王菩薩前發了四十八願 希望成一個極樂世界 來普渡眾生 他的願發了之後 就是醫願來修行 叫做正業 經過無量劫 經過無量劫 這個極樂世界就得到成功 成為一個正土的極樂世界 所以就叫做正業成者 簡不簡單 搞定 收工 但這幾個字 可能大家都想詳細理解一下 對嗎 對嗎 所以也要忍耐一下 不是說得這麼慢 扯到這麼遠 字 每天都會看 但是二 怎麼會個極樂世界 無端百事地發一個願 你知道總願 人人三歸依 天天做功課都發 眾生無邊世願道 煩惱無盡世願斷 法沒無量世願學 佛道無上世願成 人人都收這個正業 人人都發這個願 這個什麼願 是總願 十方三誓一切諸佛 乃至到我們修行 都是發這個總願 為什麼呢 眾生無邊世願道 煩惱無盡世願斷 這個是當然的 因為你一日未明白 你的煩惱 就陸陸續續都不會停息 你不怕它起 但是發願去斷 有機會 眾生因為煩惱無邊 所以眾生日是無盡的 你又要去道 這個是總願 你要去道眾生 你不懂事 就學什麼人去道眾生呢 那你法聯門你不去學 你又如何去道眾生呢 那你說我想去道眾生 但是你經常都不想成佛 那你又如何能夠 你不成佛 不能夠親切覺悟 你如何能夠徹底道眾生呢 那它一連串是有個連環勾索 立體的總願 但是普賢菩薩法的十大願 若師佛法的十二大願 觀音菩薩法的願 和阿彌陀佛法的願 這些就是別願 每一個人隨著他的心識之不同 因為他那個正悟的清淨圓滿境界 每個都是平等的 但是隨著他自己自然在那個顯現當中 他所發力有所不同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你都要去學習要去明白 好似大家聽聽一些故事 先鬆弛一下 因為一會兒很多 我們是冰姐經常說 你講的東西 這麼多內容裡面 要記這麼多東西都很難記 我們說好了 先鬆弛一下 佛在世的時候 他曾經說了一個故事給我們聽 他說有一個人很窮 有一天他真的家無紛紋 兩餐都不補 一天自己一無忌兩 家無行產 總之一無是處 那怎麼找兩餐呢 雖然我們經常說 菩薩從五明中求 五明中求 人家聽了五明 覺得他好像很可怕 哇 出家這麼多東西 我們出家 想清清淨淨 什麼都不懂 出家 出了家 你每一項都要學 其實你做小鳥都要學 這個五明 這個五明 不是獨獨學佛的人學 是在這個世界上 你要出現任何一種生物 一種植物 動植物 所謂適者生存 要不然你都會淘汰 你看這隻小鳥 一出生 因為他懂得自己去刀爛那個殼走出來 如果他傻奸奸在裡面 吐也吐死 他媽媽不會跟他刀 當然是他自然 他夠忠他自己去刀爛 那你想想 如果你做一隻蛋 你都不懂得刀爛自己去學 那你怎麼走出來 那你想想 那一出生 就懂得自己夠忠 出來見世面 他就刀爛那殼 刀爛就學會抹大嘴 你不抹大嘴 你不抹大嘴 媽媽就算是單條蟲 咬爛 擠一些汁給你 你都喝不到 他學了吃東西之後 然後他要學說話 學一說話才學飛 你不是飛去哪裡 不懂得說話 那你媽媽叫你 也不懂得回來 所以這個就是聲明 怎樣叫功考名 然後你要懂得飛 要學飛 學身體健康 這個醫方明 好了 到你懂得飛的時候 你首先 你就要懂得找東西吃 大海茫茫的樹這麼多 你去擔蟲 那小鳥 它是食蹄 眼力又夠 那條蟲這麼小 它在天空這麼高 它的眼力更好 我們 我們是有眼無珠 當面錯過 人家這麼高空 都看到那條蟲在哪裡 廚一聲很少 刀了旁邊 我們有時候學東西 就學到旁邊 正面就學不到 人家的小鳥 都懂得刀得很準 刀完之後 人家懂得建屋 你知不知道建屋 人家懂得找些樹枝 找些什麼 在那個種上那麼大 裡面 他找到一棵樹 時時正正 穩穩陣陣 一棵樹枝 擔去建屋 自己生蛋 到了冬天起 人家又懂天文學 看看天氣不妥 人家懂得走位 你知不知道走位 到你生蛋 就要做教育家 做校長 做媽媽 你想想 做小鳥也要懂五名 我們做人不懂 不學 不去法院 做小鳥也做不成 我們做人 所以一聽說五名 就嚇到 好像 你學什麼五名 沒有 這件事 其實人人都要學 如果你不學 你連做個人 你都不會做人 做到老老老老 一生煩惱 因為你沒有學過五名 自己是一個生存的方法 都不會 所以我們明白這件事 就知道 這個人一無是處 有一天 突然間 咦 看到有個斧頭 他也算聰明 一看 拿著斧頭 難道用手去咬柴嗎 當然是用斧頭 有工具 人的文明 因為有工具 所以他拿著斧頭去斬柴 斬柴 找到兩餐 有口吃 有一間屋住 一直熬 熬了幾十年 都快老 還拿著斧頭 有一天 突然間有個人見到他 咦 你可不可以賣斧頭給我 這樣 他說 你傻了 我一輩子都靠這個斧頭 找飯吃 你叫我買斧頭給你 那我怎麼找飯吃 他說 不是 我給你五十兩 蛤 五十兩 他的樣子 蛤 那個人以為他說 嫌便宜 他說 你嫌便宜嗎 一百兩 蛤 整隻眼睛都紅了 他又想著他當然是不肯買 他說 不如一百五兩 哇 他的眼淚水馬上飄出來 他叫我 不要說了 二百兩 他立刻哭到 一聲哭到 哭到 唉 那你到底要多少錢 才肯買 他說 不是 他說 你給我五十兩 我的手都震了 現在你給我二百兩 唉 我真是傷心 如果我一早知道 你的斧頭這麼值錢 那時候 我還沒斬的時候 是這麼大的 現在只剩一半 都值二百兩 你說還沒斬之前 是多值錢 那我真是有眼無珠 一世辛苦 如果早些有五十兩 那時候有五十兩 做什麼生意都發達了 那你想想 一個人 如果一生當中 當面錯過 很多情況 自己都不懂得 腳踏實地學 就好像這個傻佬 那樣 拿著寶 就當草 那其實 我們每一個人最珍貴 是什麼呢 就是有個腦 有個手 有隻眼 這個就是至上無補的 拿著這件事 你想想 我們和空空而來 在這個世間裡 是靠什麼呢 就是靠個腦 靠隻手 一切法都逆復如是 當我們今天 真是想學佛 真是想做人上之魂 人 天中之天 聖中之聖的話 如果沒有兩副反腐 你學人修行 不好好認真去參 那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流失的 所以今天 我們不妨細心看看 阿彌陀佛 當日這個系念 就是我們思維一下 去想一下 第二觀就是我們 觀賞一下 這個極樂世界 但是所能夠成就 究竟是憑何方便 憑何修行呢 而這個靜業成者 就是說 他修的靜業得到圓滿成就 我們好好細心去看一看 阿彌陀佛 我們有稱為大願王 願很重要 一個人 如果他做人沒有那種願力 他通常都是愚蠢地過了一輩子 但這個願力 無論你大願好 小願好 小願好 一隻小鳥 他也有願力 但如何成就這個願力呢 我們所謂菩薩從五明中求 就是教我們的技術 教我們的技巧 這是一個工具 但是法的願 內容呢 我們要細心看一看 究竟阿彌陀佛 他本願的恩緣 他恩地修行 便憑何作為他本地的正恩呢 我們就貫賞一下 想一想 就是這樣 往昔 有一個國王 就名叫做世耀王 當時候呢 其實他身為皇帝 他在無量劫 無量劫的意思 就是我們找不到 他那個最初幾時開始 但是於其中間 在一條菩提路裡面 他有一輩子 就是一個國王 他就聽聞到 這個世智在王佛 他就說法 哇 當他聽聞這個佛法的時候 就剛剛那個圓的機緣巧合 來引證到他那個本心 他很開心 即是就發這個菩提心 就棄捨他國王的皇位 就出家而成為比丘 就叫做法藏比丘 這個呢 就是從中間勾起他 在最早發願 最具體 向這個世智在王佛來 發願的時候的恩由開始 而這位法藏比丘 他生得端正莊嚴 福德智慧 都圓滿具足 並且他的心量非常之廣闊 而能夠在世智在王佛來 說法當中 他誤明本心 他誤明本心 圓滿成就 好像我們現在看到的圓 是清淨圓滿 空空空白白白的 在這個過程裏面 他發了一個大願 當時這些善根深厚 福德恩緣殊聖 所以他生在有佛的時候 事故有一個大智慧佛陀 能夠在世 所以我們分在佛在世的時候 自己有什麼需要 都可以在智者面前 能夠備受教益 他去鼎禮佛陀 在這個禮拜 用非常莊嚴 稱讚佛陀的功德之後 就表明心跡了 就說 我很想成佛之後 能夠成就一個清淨的國土 為清淨國土之中是第一的 還有身上要光明 嚴正殊勝 即是國土的境界是這樣 他說 我期望十方的眾生 能夠生在我這個國土裏面 都能夠深月清淨 心心都歡喜 清淨無瑕 無有煩惱 而能夠到我這個國家裏面 能夠往生在這個地方裏面 是得到安穩快樂的 他說 重要就是 我這個國土是專門接引那些 靜信的眾生 讓他們自己雖然未得成道 但是在死了之後 有個地方給他們依歸 在這裏能夠安安心去修行 繼續完成他的菩提路 能夠在我這個國土裏面 是不會退轉的 並且能夠正到這個菩提 也不會因此 因為能夠得正菩提 那果然就不會淪落這個三圖 他很誠懇 他作為一個總的概念 是期望的 有什麼辦法 令他成就了這個國土之後 能夠快速自己得到圓滿成就成拔 我們說如果我們得到圓滿 好像現在這樣 譬如這個是一個象徵 我們靜了我們本有清淨的聖體 但是這個就是等同佛國 直至到我們一個微細的無名 一些瑕疵都沒有了 全部清淨淨淨圓滿成就了 但是等同佛國 所以我們叫等國 仍然是未得到圓滿成佛 是等同佛國 但是能夠跟這個圓滿成就裏面 而隨緣應化 講道眾生 這一種就需要在本性的清淨本體裏面 來驗這個幫助眾生得成佛道 佛陀經常罵我們 如果我們在這個圓滿成就的聖體裏面 是清淨 是圓滿 是自己是自己可以了到的 但是如果不能夠從這個本體上 去講道眾生 這個就是焦牙敗種 永不能成真正的佛 佛陀是不希望我們 就是這樣的境界 以為究竟 希望我們能夠靜到這個聖體 能夠利用這個清淨的能量 是令到一些未曾明白的人 能夠可以借著你的福德恩緣 也都同樣好像你能夠得到成佛 他就發了一個更加堅固的意願 就算我自己怎樣痛苦 我這個願都不退轉 我一定會很堅忍我這個道心直至成佛 隨即他就懇求西智在黃如來 開示行詞的法門 讓他能夠依著教來分修 又能夠攝取 是十方其他無量佛 清淨莊嚴的國土 用來借鏡的 讓他能夠促成正確 你不但不除自己的生死痛苦 又能夠令到一切眾生與他有緣者 都能得到圓滿成就 當時世智在黃佛 他開始發葬彼憂 這個我們說 他怎樣點化幫助他成就這個大願的物恩呢 這個很精彩的 在這裏呢 我們細心點聽聽聽 在經中裏面 他當時即時跟他的對話 他說 與自私為修行方便 而能成就佛察莊嚴 他說你自己 在你自己的本性當中 你想一下 你修什麼 佛堂不是教他 不是說我現在教你怎麼做 所以最近我們組織了一個圖詞班 叫所有有緣的人去學 其實大家在圖詞班裏面能夠誤到些什麼呢 這個圖詞的老師 他只是講圖詞的哲學給你聽 在做的過程裏面 他不會按住你的手做 他要你自己去拿一個泥 自己去感覺一下泥 自己在做的過程裏面 由你去捏泥 去認識泥 到去搓成一個器皿 到你怎麼去封乾 到你怎麼去用一個最原始的方法去笑 直到完成 在整個過程裏面 整個老師 真正一個老師 他是不是去干預你去做 他是由你的自性顯露出來 你去感覺你的生命如何去做 所以當佛陀教導他的手 他不是捏著他去做 所以一個名師出高徒 就不是捏著一個徒弟 跟師父一模一樣 你以為罐頭嗎 按罐頭啊 收徒弟 不是 而是他啟發到 他的徒弟 能夠在他自己誤的境界裡 去成就他自己 所以他說 與自思維 你怎麼去收方便 你怎麼去成就這個佛察的莊嚴 你如何修行 你自當知 他說你自己應該知 他說清靜佛國 與英自攝 你應該自己去攝詞 當時候 他就在這個對答的過程裡 他有三句說話而已 與自思維 與自當知 與英自攝 你怎麼去想 你怎麼去了解 你怎麼去自己攝詞 你這個願力 在這裡 或者我們拆開一點點 讓大家有機會 如果看到這個六祖壇經 當日五祖菩薩 道這個六祖 和他三間傳法給他的時候 去他那個方丈室的時候 和他種金剛經 金剛經 種到英無所住 而生其心 大家都讀過金剛經 都種過這個佛經所說的 英無所住 應該不住 好像這個大的圓圈一樣 清靜無瑕 你怎麼住呢 他沒事的 就在一個不生不滅 圓滿清靜的本體當中 而生其心 哇這句說話 六寶曹薩 頓然了五 立刻 哇 一切萬法 得不理自勝 宇宙萬有一切法 好像我們說 你放什麼煙花 那個虛空 都一樣接受 能夠誤明這個虛空 它是無形無相 既然無形無相 它又怎麼會不接受一切相呢 所以 六祖菩薩 當時對著五祖裏面 他就有幾句 他說 何其至勝 本自清淨 哦 原來那個自勝 本來就是清淨 何其至勝 本不生滅 譬如圓滿 無來無去 清淨無下 就不生不滅 何其至勝 本自俱足 虛空 是無相 能夠含涉一切 所以一一法 就是本自俱足 何其至勝 本無遙動 虛空是無盡無邊的 它怎麼會移動的呢 虛空既是無盡無邊 你不能守摩 亦不能來觸摸 最後一句最重要 他說 何其至勝 能生萬法 啊 這個五祖菩薩 就是這個基情對答 所以有陣子 我們叫做基峰 基峰是甚麼 善惡未冥 語言未出以前 陷藏在這個心意識裏面 這個意識未起以前 善惡未冥以前 那一念的清淨的景 只有在一個基峰裏面 一對答語言 一問你 你的反應 無論你說話 不說話 你的肉的顏色 是變黑變紅見白 就看到你的心色是怎樣 已經完全不用說話 如果一說話 就已經知道你是真是假 是騙人是騙人 是直心事道場 為甚麼叫直心事道場 直心事淨土呢 因為直心的人呢 他是清淨 他沒有贏 他沒有能 沒有所 沒有能做我 這個我 所做的法 他不會在有對待 有相對 有好 不好 你讚不讚我 是 全部在那個高高低低 你你我我裡面 來決定說話 這些是嫌污心的語言 裡面是起執著的 但是一個直心的人呢 所以 我記得我師傅 給我一條爛褲 那時候很窮 給我一條褲 爛爛地 拿著一條褲 撿的時候 如果第二個就像 給我一條爛褲 但是當時因為 師傅是甚麼都補的 爛褲 黑黑 一拿著他 天天都穿著這條褲 有甚麼理由 師傅不疼我 但我不是有心的 撞彩撞對 所以為甚麼呢 就是有時候有些事情 因為你是直的 心裡沒有甚麼 沒有甚麼執著 那條爛褲 對褲 燒好不好 總之燒給你 你就穿了 如果收到這樣的時候 就很簡單 所以五祖和六祖之間的關係 是很簡單的 就是這樣幾句語言 就把一代宗師的祖法成全 就附託給六祖 而六祖當時候 這個祖師 一聽他說完這幾句話 馬上說 知道他誤到本性 於是說 不識本心 都學法無益 一個人 如果能夠明白 這個不生不滅的 清淨的心 就算學不到 不生不滅的清淨的心 如果你找一個 不生不滅的心 來去學 沒得學的 他是直心自然顯露的 沒得造作 沒得花架 一架就懂了 所以說 不識本心 如果你不明白 你的本心 你學法都無益 若識自本心 見自本性 即名大丈夫 天人師 所以這個是出家修行 就算不是 一個大修行人 都是大丈夫的顯現 所以 為什麼要用六祖壇經 來引證 當日阿彌陀佛 以法葬彼憂 同西智在黃如來 在一落手的時候 不識本心 都學法陀益 所以他是直指 法葬彼憂 當人自性 本自就成佛 何路來去修呢 但在無修而性修 圓滿而修 所以他說 其實你本具就是萬法 你本來就是具足萬法 這就說出 一個誤性的人 何路的師父去指點 你自然 你天下之大道 一隻雀仔要學五名 一個人 固然要學五名 一隻狗要學五名 一隻老虎也要學五名 一棵樹也要學五名 否則他也會被葡萄 所以證明大道只是一種 事故呢 我們能夠明白到 當日佛陀要這樣去直指 法葬彼憂的時候 這種直下成當 不假外求 自得心開 自然了了 但是法葬彼憂呢 在這裡再加 法葬彼憂仍然狠請佛陀 去加持 他講出 不可他發的怨是大的 發過這麼大的怨 他又想促成佛道 又想到一些未曾能夠可以正自本心 了自本性的人 而能夠生此正土繼續修行 這個這麼殊性的大怨 不是說你搞定之後 你就生來我這裏 不是 你未搞定之前 我都接收了你 你未曾了 我幫你去了 這個怨是更進一步 如果我發過怨說 我來的人呢 就全部都市市正正的 樣樣都齊整的 那都不用收了 人家都自己自立門戶 在隔壁起間 他爲什麽來到 他真的未夠 他還要去學 在這裡呢 發葬彼憂呢 他仍然狠請 他說 唉 這個怨 這個宏怨是甚深 不是我的境界呢 之所能夠明了 他說 亦都不是我的功力 能夠可以辦到這個不可思議的怨力 所以靠自力呢 不是說不行 他說 我慢慢經無量劫 我終於都會成功的 但是 我現在想促成利生 我這個自願是想促成的 密宗說即身成佛 其實淨土中的重要是什麽 是一生成佛 在這裡呢 是有它的相應的地方 他說 唯願世尊 你怎麽能夠告訴我 我有一個這樣的願 希望 成就這個國土 去成就眾生 但是 我發了願 我不會怎麽做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其他的 諸佛如來 在他那個 我果果的淨土裏面是怎麽樣呢 我希望能夠聽聞 這一個其他的 我來參考 令到我在這個修行裏面 可以得到完滿成就 世智在往 如來呢 看見法藏彼憂 他那種發心的真切 誠恨 於是他便勉勵他 他說 譬如大海 好像大海那麽大 有一個人 拿著一瓶 一瓶水一瓶水 這樣來賭 去找海底裏的寶 他說 他始終經無量劫 他都會成功 他說修行都逆復如是 只要我們的戒行 能夠堅持不退 有什麽緣不可以成呢 這就是鼓勵 法藏彼憂 如何能夠勇猛來修行 在這裏 我們知道 法藏彼憂 他已經是一個明心見性 能夠 是正得這個真與本性的境界的人 但是 原來在等國佛陀的境界裏面 你想得到完滿成法 仍然要更上一步呢 來學習 所以在這裏 他仍然是非常之誠懇 是祈求 懇求佛 給他一個加速的 一個是 迅速成佛的一個 方便的法門 在這裏 我們細裝再灌一灌 法藏彼憂 其實他已經是正到 這個圓滿清淨的本性 只要他自己 又發了怨 只要他自己 醫著他的願 來講學多聞 繼續進修 總有一天能夠成就 但是今天 他是再刻意祈求 世自在黃如來 是為他加持 為他 去啟示他 令他迅速 迅速的意願 是很重要 怎樣能夠成功呢 這樣 那法藏彼憂 他不走自力 去到那個境界 他不走自力 而依賴佛陀那個加持的力 而世自在黃如來 在這個時候 即時 是顯了多少 是210億 210億的 210億的 諸佛的淨察 給他看 諸佛的淨土 那這個是什麼呢 是將其他成就圓滿佛的果果 是作為法藏彼憂修行的正恩 那就是加速他的願力 能夠令他在那個進程裡面 是縮短他在那個修行的時間 那這個呢 就是淨土法門一個最關鍵的意願 令我們 本來要三大柯爭騎劫慢慢去收 但是啊 如果我們誠心念阿彌陀佛 誠心信阿彌陀佛的願力 借他的願力 而當日阿彌陀佛他最初做法藏彼憂 起心動念要建立國土的時候 他都是借他力來成就 所以他老人家 他用他這個意願來帶到我們 所以他在這個果上所起的正恩 去攝持加速 他除了他自利之外 還是利他 這個就是說 他的總的意願 就是他自己發的恩 是借勢自在黃如來的增上緣 在這個恩緣和合裡面 他就成就他怎樣去參考 210英諸佛不同的國土 如果現在呢 一點都沒有問題的 因為找一個星期 我們放些天文學給大家看看 最近在一個黑洞裡面 就發現最新的行河 這個行河系裡面 都不知道多少的行河系 我們這個小粒微塵的九大行星 只要在那個黑洞裡面一卷 我們只不過是 無量的微塵裡面的一點塵 所以科學家說 所有聖哲然人 古今中外 未曾見到一本天書 是能夠對天行河了解得這麼清楚 唯有佛教 佛陀三千年已經說 行河沙的世界多否 一早已經問了 那時候已經說行河沙的世界 而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地球裡面 這個這麼微細的粒塵 只不過是很多塵裡面 其中一塵 所以當時 西智在王菩薩 一寸一寸 你的願 大概有210億的諸佛國土 都可以作為你參考 哇 我們現在半個佛土 我們都看不到何方億 210億 大家拿個計算機計出來 一一顯然在法藏比丘面前 而每一個佛國不是這樣 像現在賣廣告一樣 轉不是那麼快 是很詳細地展示出來 這個角度是這樣的 這些是粗一點 這些是幼一點 這些是善一點 好像我們娑婆世界 這些是惡一點 我們聽到神力的詞 千萬不要太害怕 什麼叫神力 一個人明白的時候 他捏一塊泥 我叫做神功鬼斧 為什麼他刁那樣東西 刁得這麼漂亮 怎麼會做 你很多人 怎麼可以作下去 為什麼會捏一個泥出來 捏到這麼自愈 我們怎麼叫做公 一個公毅都可以做神 神的意思是 可以伸可以縮 可以縮 何況佛這種力量 它根本好像現在我們 科學家 將我們什麼 現在就是將那塊鏡片 怎樣在科學的技巧裏面 令鏡 不是說它發現新的行蛾 而是那個鏡片的製作過程 是越來越神功鬼斧 令到它是越來越可以再遠一點的 虛空的裏面出現的 更離我們這個地頭裏面 更遠的星系 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這個佛陀 也只不過是用它的神力 就是用它的伸縮的能力 來解釋那個世界 那麼現在你不能否定 因為這麼多世界 根本我們都沒有能力去看 我們呢 它的世界呢 那些世界 如果你看回那個黑洞 那些風鈴 在《靈驗經》裡講得很清楚 那個風鈴 有一轉動 於是那個火 因為那個火力 所以為什麼太陽呢 你看到那個黑洞 就是那個太陽一轉動 它全部的 那個猛力的時候 好像我們拿一把扇去撥 那些風的時候 那些火就會起 你沒有風 那些火不會出的 那個火一出 有火 就有水蒸氣了 有水氣了 所以我們有時候 為什麼我們可以 火燒水 那些蒸氣 用來蒸蛋糕 怎樣去蒸熟它 有水蒸氣 一旦有水蒸氣 它會凝固 為什麼我們經常不用 那些玻璃灰會 會很骯髒呢 那些水蒸氣 蒸了上去 碰了那些玻璃灰 那些玻璃灰會 那些玻璃灰在裡面 就會積到無數的 香爐 那個蓋裡面 那些玻璃灰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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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聞那些玻璃灰可以止吐痛 那是不是 所以不要亂吐了它 那是好香 普通香就不要吐了 那當時 世智在王余內 它就一路 將所有其他的角度 一路地顯示 發葬比丘 我們叫它 像樣學一樣一張一張一張圖片 顯示給它看 如果你說 現在有 我沒有實力 只是一個圈 否則世藏無殺就是一個圈 你喜歡哪個 這個是什麼佛 這個是什麼佛 它的角度是怎樣的 它一一看完 西字王 很細緻 看完 看完十方種種的佛角度裡面 它怎樣去選擇 它自己怎樣去找它自己 認為自己滿意呢 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看到 發葬比丘就是 在這種境界裡面 它一一細心看 但是它看不像我們 拿個袋去收拾東西 拿個袋去收拾東西 拿個袋去 它好像一個鏡一樣 以鏡而照鏡 景來照鏡都景去植言 但是在一個植言當中 嚴防蓋它攝持 所有一切景的殊性的上 所以它的心智是無所執著 心智也是好像現在清淨殖滅 但是在清淨殖滅 當面如鏡中景 一一照切 二百一十億所有其他淨土世界的情況 而在它裡面 一一絲糧分別 找它最優秀的拿出來 拿它那些不好的那些 全部選了它 足足用了多久的時間 用了五劫 只是在想 將它選了二百一十億 所有其他佛已經成就到的佛的角土 選到它最美 所以你說不去極樂世界 真的浪費了 這麼美 有人幫我們選好最好的東西 來去成就這個佛 就只是告訴你 你唸十句佛就已經有得去了 不過有條件 待會再聽 耶稣在五劫裡面 它用它最細心的心智 而去構思一個最莊嚴清淨的角土 然後呢 在一切的功特成就裡面 它自己去策劃 它未來 它自己要去成就的角土 而在那個角土裡面 無論它的亭台 流角 花樹 鳥香 哪個菩薩幫它搜 什麼人生去它那裏 全部 所有的事情 都想得清清楚楚 這樣才起床 去立愿 明白嗎 看完二百多億的 其他已經成就佛的原本的境界 然後自己再量一個方法 去拿好它的美好的東西回來 再想了五劫 連那個地下什麼 全部都想得清清楚楚 為何靜島世界裡面這麼細緻呢 就是它全部想好 正好用了 這樣才開始 啊 好啦 差不多 去想一下它的原點發發 就不像我們這樣 去去去 拍胸口這樣就走了 所以看到有人不斷做不斷做 其實呢 聰明是特別懶 因為他通常想好方法才去做事 所以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很簡單的 他會做成功 為什麼呢 他想過方法簡潔 我們不是 我們現在是做些事情來綁自己 叫做什麼 簡單的複雜化 這樣就自己煩惱重重 人家叫做複雜簡單化 怎麼複雜的東西呢 你很簡單就搞定 因為你為什麼 你細心 你所有的東西都思維得清清楚楚 你可能花 你十年的工程 你花四年在想 你三年就搞定 你想的時間 是比你去成就的時間 唯有什麼呢 唯有些人 不管三拆二十一 在那裡開工就去吧 一邊做一邊拆 一邊做一邊拆 拆完再起 一邊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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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想通 他就走了 那這些呢 他不是拿別人的結果 不是學習別人的成就的方法 不是好像法藏比丘 別人拿了別人的成就的角度裡 而自己細心去拆過了 那他就快速了 你說 不是 我不用管了 我自己慢慢去玩 行 都一定成 久一點而已 哇 這個其實真的 跟我們現實人生裡面 是完全 只要你看經裡 你好好地去第二心理去看 為什麼有些人做事 這麼煩惱 這麼難成就 為什麼有些人做事 兩下版本 他犯得通 他學過理 他不是學一件事 有些人 哇 哪裡水響就去了 樣樣都去了 哇 去到 他不專心 他也不知道自己愛什麼 他每樣都要脫起 到處都有他份 但是到處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總之看到熱鬧鬧開心心 嘻哈 搞完 又回去睡覺 是收很久才能收成 很簡單 我們就看一看 當日智連得到成就 其實是花了不少時間去想 真正做的時間 真是幾年 其實真正來講 整個安裝的過程 製作的過程 不超過兩年半 但是 由你最初去明白 什麼叫做叢林 為什麼會 中國的佛教 能夠可以 經過這麼大的波折 都可以得到 開放的時候 馬上 能夠得到成就 這個就是一個法制的見證 為什麼他的法制這麼健全呢 因為中國本身 在他的文化系統 他的系列是健全 事故佛教這個龐大的教理 來到一個別別的國家裏面 要成就這個教理 令到末代的子孫能夠得以明白 是必須要倚靠這個結構 而叢林本身是歷代的祖師 為了保存這一點的命脈 是保存在這個叢林裏面 所以你要研究 就要研究這個叢林 而什麼朝代 唐宋元明稱 自從漢代末期 都已經是策劃叢林的規矩了 但是以何所本 按何所依呢 我們知道 除了在佛法的律儀裏面 他有一些精彩的 重要的思維結構之外 還涉獵中國傳統文化 他既有的成就 所以無論在佛法上 乃至到三代以前的禮法 都是存在這個佛寺裏面 要是你量清楚 他的結構 他的內因 他的命脈 那哪個時代最好呢 唐代 為什麼呢 因為唐代是承接三代的文化 而開出宋元明稱 而當時候 中西文化的交流 唐代的人氣派磅薄 他的心量廣闊 廣涉中西文化 涉於一心都運作治愈 而能夠國富力強 國家 又能夠 國民的心量都是廣闊的 所以呢 要建立 他有一個空懷在這裏 而在一個制度上 所謂宋代 是一路以來 都是做規制最成功的一個年代 於是我們就看了他的規制 量度他什麼從林最好 適防 有個梁思成這個專家 他能夠 借一千三百年鑑真和尚去日本 而能夠把這個佛法文化傳到日本 而他老人家就是梁啟超的兒子 所以呢 他在那一點的恩緣裏面 自小在那邊出生 就明白到 原來我們中國的建築文化佛寺這麼重要 所以後來他在美國裏面去讀一個職師回來 是向中央請求 是普查全中國所有有關古文化文物的一個普查 因此機緣呢 他出了很多書 事過一九七零年代初呢 我們已經能夠 因為這個因緣 每一樣東西 無因就不會有緣 但是呢 人人讀古建築 就怎會出家人去讀古建築呢 誰不知我不是讀你古建築 我只是知道 松林是保存佛法的一個最重要 而在七零年代早期文化大革命 你談松林 當時我一說這個已經被人罵了 這個世界已經沒有了松林 當時中國已經全部對這種文化取消了 所有出家人根本都沒有了 你說什麼呢 你別管 當時的願又怎麼說呢 我說就算我死了 我的資料在床底 十代以後挖出來 或者有用呢 這就看你自己的見地如何 如果你的願力見地 如果當日呢 我記得當時還發了一個願 有人說 你真的 連去廁所都要挖洞 你學別人搞松林 你有沒有想清楚呢 我們就這樣想 就是說 那時候我覺得很小 那時候都是說 都挺大口氣的 我記得 那時候說 如果我七十幾歲的時候 因為當時的老和尚多數都是六七十歲才有 有人捐錢給他棄子 如果我七十歲 突然間有人給我三億元 那時候也不流行三億 三百萬 百萬富翁 如果有人給我三億元 我建一間松林 我來不及找資料 但不知為何會這樣說 他又不是說嬌慢 又不是說什麼 終於很自然 就是說 不行 如果突然有人給我錢 你稍後要重林 那時候我找資料 就來不及了 所以經常在那裏刨書 在那裏找哲理 找成 現在回想起 其實佛法 我們這些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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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是志在玩一下 看看是什么来的 去研究一下这件事 或者有得做呢 不知道有没有 但也不用理他 反正这一代做不到就算了 但这个是理 没有丛林 如何去保存佛法 没有人出家 如何去护持佛法 去演扬这件事 你按照理的时候 这个理 就算在一个视相 在一个环境里面 根本都不容许你去这样做的时候 但是这个理是正确的 你就照着理走 哪怕是什么的环境 根本都不用理 总之就是一条直心 就拿着理 所谓咬着青山 不放松 淫于东南 得西北风 你都吹不到了 由此很奇怪 你到处立 一有个唐字 整个毛孔都松了 那这个唐关于什么事 不是洗唐 是唐的文化 唐的松林 幸好 1979年 中国开放 哇 立刻回中国 所有凡是梁思成 他发表的文章 都全天下去 凡是虚云老婆想 重建的松林 必定全看完 所以你说旅行 从来都不是没有旅行 我一定要全看完 因为 如果我是很福德恩怨的 好像法藏比丘 有个世智在王如来 输了210亿的 就不用自己千山文水 倒着走 但是我们没有 福德恩怨不够 但是呢 在另外一个低层次的福德恩怨 亦都殊圣 刚刚撞着中国开放 四大名城山 全部都从临看完 咦? 心中有数 你说做佛像做圣 这个情况可以看到 一个有怨力 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 那条路是小好大好 你都是积聚如成 事实上 你不见果而收恩 自大狂 自己躲在一个 斗塞井底蛙 以为自己 很有本事的话 你就不如乖乖地 去看看别人的成就 所以我整个屋都是抄的 都没有什么创作性的 不过呢 在抄之余里面 第一手落笔就画什么呢? 因为人人的职丝 工程师 每个都画了漂亮的东西 我第一手落笔就画什么呢? 你还画什么? 记不记得? 是的 第一手是画垃圾桶 我想想一些好东西 当然别人画 你有什么理由叫一个职丝 这么大和你画垃圾桶呢? 但是垃圾桶搞不定 放在一个唐朝的佛址里面 就很难看 那为什么要做垃圾桶呢? 因为你要希望 建一间清淨的佛堂 你希望建一个清淨的丛林 那你首先 就要搞定垃圾 众生有很多垃圾 所以我们的垃圾桶 叫做静结箱 为什么呢? 静结箱本来是最厉害的 但是你叫垃圾桶 它哪个是垃圾桶呢? 它是一个静结箱 因为有了这个箱 你就清淨 所有垃圾都放进去 所以它的功能 就令你干净 所以我们看到垃圾桶 是最可爱的 因为你干净 我们没有能力的 一定是有些东西 口水、鼻涕 你拿一张纸 你用东西丢 你才可以得到干净 那这个就是你看东西的方法 你不是看到那个上的垃圾桶 你是看到那个上的功能 那我们看经亦复如是 我们看看法藏彼优 乃至到菩萨好、天人好 全部来往的人想完 他就正式法四十八元 法藏彼优 他在世智在黄 如来面前、天人面前、大众面前 想了五劫之后 那时候大家都很长命 不是像我们那样 于是来到去品报他这个四十八元 然后呢 发完这个愿之后 他有了蓝本 有了根据 他有了衣纸 于是按照着他自己所想的 构思的理想世界 还有在这个世界里面 他发的愿就是凡 就是说我们要去移民那里 就要看熟那本天书 这个天书里面 就凡合乎 这个天书的内容 一一都可以生到他的世界 所以他真的很厉害 连所有海关、出入口 他都想起了 建筑可以安排多少人 多少空间、什么境界 想好了 然后他就照着这个方法 就勇猛征掌 一心向着那里淨土 经过《无量劫》里面 他是误了 不是像我们连刚才那个圈都没有 他是误了 在那个境界里面 是一一成就了 所谓 在这个 不变随缘 随缘不变 《无不从之法界流》 《无不还归之法界流》 《无不还归之法界流》 我们经常听这句语 不明白也不要紧 有一尾听 总之这些深的句语 什么清淨自性 你不要理他 真如本性 即使很深你都听 你听着听着 你自然 好像心经 你不明白 总之你每天都读几篇 日后人家有一天 因为他那个理是一定的 你不明白 不要紧 你最紧要拿了 人家误了 真实误了的境界 作为你自己修行的初心的话 你就不会自己白磨白撞 所以他这个是很棒的 他正如缩短了他很多的时间 在这个《无量劫》里面 当然他在那个修辞里面 是很有计划地 以及他亦都忆念过去诸佛 他所有能够成就这件事的善根 如何去廣行这个《六度万行》 在随其的菩提路未成就之前 他已经一路祸缸同尘 如何自行化他 所以我们说过来菩萨在《无量劫》里面 他直接以种种的 因为你要去导很多人 你一定要 你行行你都要去理解 不过你自己未有这样的功力 你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 你有这样的功力 人家理解有个方法 水响各样都去 你自己一定要查 所以他说 你何其自性 本自清静 你何其你自己 你自己应该想到有多少功夫 不要说 想都不想自己 一味向外面 这里有水响就去 砰砰砰相样样去参加 这个人是未必会认识的 水过鸭背 但是所有东西 全部都不参加 这个人是未必会认识的 因为它是懵懵的 也没有具体的技巧 所以为什么你摸到自己是哪一样 你一门深入 而且你要记住 我们不是一世去做的 是无量劫里面去行的 在无量劫的安排 自己要适当 否则 就会把我们的腺根 强硬落得肥多 它就会厉害 不够肥 它就发大不了 那些根就会收缩 你怎样落肥落水 落到刚好 如人不喝水就冷暖自知 如果你自己 靠别人去指点你 就只不过给你一个方向 最后仍然你自己 有没有真材实料去参加 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在其他的经典里面 比如法花经 碑花经 大成方等种词经 还有无数经 都有陈述法葬比丘 在他恩中修行 曾经事愿居士好 事愿贵族好 事愿国王 转伦姓王 天人大凡天长者 乃至同男同女 总之他在无论 他出生在哪里来说 他总是遇到佛在世的事限 他又能够尊重供养 未曾有间断过的 所以我们就算是在佛在世 不在世的时候 仍然有正法听的时候 都是过往生中的福德恩怨 都不是少的 还有他在无量劫里面 随形在六道里面 就和别人讲劫纵圆 所以在经中里面 我们听到西方的极乐世界 他成立了十劫 如果我们用他们的标准去看 不要用我凡夫的标准去看的时候 他成立了十劫 即是很短的时间 用现在我们的太阳 还有六十亿万年才会毁灭 你想想十劫是多少 你计算一下 但是他已经有无数不可说的众生往生 证明所谓未成佛道 要讲劫纵圆 就不要选择来劫 因为你以后有正土成立了 都没有人移民到你那里 正悠悠的 你自己要欣孤零零 大铃铃的 坐在那里 小鸟也不多 一只飞去 那个角度 如果有人想选择 多数不选择那种 他说 如果我们能够 细心想一想 递观一下 法藏彼优 在初心发心的时候 他整个历程都这么小心 这么齐 这么完整 而我们能够遇到 他老人家 跟我们去量二百多亿的其他佛所成就的 用精华式去教导 所以当常我们都会赞叹 就算是释迦牟尼佛 都是用十方诛佛来赞阿弥陀佛 他那种功力 成就这个角度的殊性 在正土之中 他都叫大愿王 正土之王 可算我们今天能够听闻这个法 宿生可以说 亦都尖有 弥陀的殊性恩怨 所以我们 要在这里 要生一个 发心 生一个大欢喜心 而我们自己亦都要明白 作为一个正业的行人 一个求生正土 我们应该要自己尊重自己 自己肯定自己 自己信任自己 亦都要信任 释迦牟尼佛 和阿弥陀佛的慈悲 我们怎样将他佛陀的心恩 他宿世的善根 我们怎样能够借借这件事 所谓横超三界 我们在这个三界轮门里 能够 怎样可以超越这个三界 一生能够得到成佛 往生正土 阿弥陀佛 在他的恩地的时候 以他不可思议的悲怨 而开出一个他力的法门 用他自己的经验 在佛的果位的境界里面 作为他恩地修行的初恩 从果来到他起修 这个呢 除了他自己本性正 这个不生不灭本修恩 还是以佛的果作为他起身 完成佛道 而促成正土的初冲 以此初冲法源 是来到加持我们 显示 我们这些烦恼 或这么重的众生 他老人家尚且都以致他力 我们凭什么 不以致佛陀的愿力 所以我们怎样能够可以 信和发愿 持名 冠想 能够大业往生 就算我们正业未成 大业往生 都能够早超三界 登不退位 一生能够得到成佛 能够登到正土世界的哪里都好 我们都可以生到不退转 所以这个成为修行下手 从果弃修 这个佛陀的慈悲的正恩 我们都要好好地来参考